大家好,我是7 Plus英语的Michelle 今天的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2月20号到2月26号的高频预测和整体更新 本周我们更新了两道RA,两道ASQ,十二道大作文,一道阅读FIB,还有十八道Wire from Dictation RA本期我们更新了两道题,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我们从第一句开始看 第一个停顿的地方可以在逗号这个位置停 然后之后因为这个句子不长可以一起读 读的时候要注意名字的一个连贯度 像是A sizeable rural population 不要读得太分散了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后面 We have an economic system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economic 这里其实是要施暴的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看 In which the interest of the voters 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定语从句 in which the引导的in之前 做一个短题 然后刚刚我们看的这个译群 the injuries of 这里是有一点点一个连读的一个现象的 or predominantly related to their incomes 然后这里的related to 这个the也是要施暴的 not to their occupations or location 同理也是这个not to 这里出现了同一个疫情里面出现的两个t 所以我们其中一个前面的一个t是要施暴的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And in such a country the political system would be unlikely to be an important agrarian party 最后的一个名字字组也是要读得紧凑一点 就不要读得太分散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新的RA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第一句 The purpose of the informative speech is to provide interesting, useful and unique information to your audience 第二句只是一个表语从句 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停顿或者是图前面停顿 这两种方法其实是都ok的 第二个句子 By dedicating yourself to the girls so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ppealing to your audience 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介词to之前做一个短听 接着往后看 You can take a positive step toward 我们可以在这个介词toward之前再做一个短听 然后再在最后的一个 As an informative speaker As这里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提供信息的演讲者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再做最后的一个短听 这时候RA考到的一个基金是209 我们来看一下 Imagine living all your life as the only family on your street 第一句话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As the only family的这个地 就不要把它读成的 Then one morning You open the front door and discover how it's all around you 第二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All around you 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要连读的 就不要把它读成 All around 然后我们再看倒数第二行 What if the answer turned out to be that They had always been there 这里的一个what if 是有一点点连读的 就把这个t扣在后面的i前面 就what if 对于i的练习 大家在练习基金的时候 要去先练习这个高评再非高评 除了基金以外 最好再去使用一下额外的材料进行练习 练习的时候要按照考试时间的要求来准备 并且录音 这样可以听一下自己在答题里面出现的问题 再去进行一个纠正 接着我们来看到 repeat sentences的部分 本期没有更新 对于RS的基金里面的一些 一群一定要做到十分的熟练 听的时候我们可以要以理解为主 可以稍稍地记一下笔记 辅助一下我们的记忆 或者是选择成脑记的方法 也可以 这道题没有唯一的一个方法 学习方法 大家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 describe image本期没有更新 这一道题的练习 请大家要先去熟悉一下模板 然后再套模板去练习每一种类型的图 这些是本周的高频DI 进期考试的同学一定要去把它过收 retail lecture本期没有更新 我们的所有RL 整体音频在喜马拉雅的频道上都有 大家可以按一下下面的这个链接 最近考到的retail lecture的整体有R15 ASQ的部分本周更新了两道题 这道题平时一定要去把基金都过完 对于不熟悉的单词要提早去积累和准备 包括发音跟它的一个中文意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写作部分 ASQ的本期没有更新 这道题的一个高频还是算比较稳定的 大家考前最好是能够把高频都过一下 要知道每篇作文的重点是哪几个 然后这样考试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组织句子 和检查语法评写上 最近考到的题目有SWT 045、069和127 好,大家在找重点的时候 如果不是很确定关键点 或者是对文章不是特别的理解 可以在我们SWT公众号的后台 输入SWT的编号进行一个查阅 下面我们来看essay essay本期是就题还是继续重现 然后我们更新了12道题 由于最近这个道次文的题库 扩大了不少 然后考了很多之前18年的一个就题 然后我们针对这一次写作题库的扩大 和每个新题目的一个解题思路 跟写作素材 会在这两天举办一个写作的一个公开课 欢迎同学们到时候来参加 相信同学们听了之后 就可以从容应对每一个写作的新题了 Reorder本期没有更新 最近考到的基金有32、116 大家在练习这一道题的时候 要多点注意一下文章里面的一个 指示代词和逻辑连词 做的时候先用排除法找手据 然后再根据逻辑连词 找一下他们相邻两个对子 再去确定对子的顺序 FIB 本期我们更新了一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空考察的是 这是大家语法方面的一个知识 第一个空 考的其实是should be done 被动语态 所以用的是一个 down的这个形式 第二个空 to do something 填的是一个动词原型 然后最后一个空 最后一个空我们怎么确定时态呢 其实这里我们是要讲求这个 时态的这个一致性 我们可以先看到前面的这个时态是 increases 它这里是用的是一般现在时 所以重具里面这个dust也是需要用的是一般现在时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sst sst至今没有更新 我们把它缩减到39篇 这篇 这一个道题的所有整体音频 都可以在我们7plus的喜马拉雅官方频道上找到 根据考生的回忆 这周考到的sst有2 18 30 35 59 61 103 还有120 听力的FIB 大家平时要去进行备和积累 然后考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确定一下整个拼写的一个正确性 并且要去检查一下小细节 像是时态是否正确 还有一个就是名词单复述 Yfrom Ditation 本期更新的18道题 这道题最吸引有加入新题的趋势 大家要重视起来 对于要考这个79分的同学 细节是一定要去保证这个正确率的 以下的新题都是基于考生考场回忆 那请同学们就 考试的时候还是要以自己听到的为准 特别是一些细节的地方 这里是本周的高评 最近要考试的同学 一定要去把高评都过得很熟悉 那今天的预测就到这里了 如果同学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扫一下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小助手进行咨询 希望同学们考试顺利 成功和PTE分手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